的一个根本 如果对老师能够尊重 能够尊敬感恩 他就会孝敬父母 就会感恩父母 就敬重师长 所以我们透过行政的力量去鼓励 当然每一年我们都有表扬 那个所谓的模范生 或是表扬这个 也许礼仪开模 然后呢我们也有这个优质学校 这个品德教育 办了特优的学校的选拔 透过种种的活动 当然所有这些品格教育的实施 我们就希望学校老师 也许现在因为整个教育 因为教改的关系 把那个过去的公民 以道德生活与伦理 这专门的课 都把它这个融入到 综合课程里面去 所以变成老师有很多借口 说我没有这个课可以教 其实我是认为 老师还是可以统整 有正式的课教他认知 教他实践是更好 但是如果透过 早上的升旗典礼 这个乘课的时间 或是招会的时间 周会的时间 那么甚至学校有些弹性课程 也都可以提供孩子 一些品格改善的一个教学 像有些时事报导 我们可以拿时事来做一种 随机教学 鼓励孩子 要怎么样去争辩自己的行为 不要有偏差 所以在台北市 我们品格教育算是很重视 而且除夕在做 台北市的孩子 我觉得升学 家长会管得很好 老师也会重视 但是我们政府官员 就要去强调 说品格教育一定要 这个优先力 这个治愈 那么注视的学习 所以在这方面 我很高兴台北市这样做 接任的吴青山局长 他也朝这方向在做 像今年我们要办 这个2009世界听障奥运 那听障者 他是个弱势 所以我们今年就定为 这个关怀弱势年 所以我想说 能够关怀弱势年 能够帮助 弱势的孩子 这个对人的最根本的 刚刚师傅所谈到的爱 我们之后就需要爱 对弱势的你有爱 那么对长辈 你有这个爱 那么对晚辈有爱 父子只要兄有弟公 把传统的伦理 再重新拿出来